B站up主放着好好的视频不做 跑去做游戏 乍一想好像挺自然的对吧 玩过那么多游戏 肯定比普通人更懂游戏 但是仔细想一想 这就好比影评博主去拍电影 乐评人当歌手 想想就觉得离谱 而且独立游戏并不是什么人傻钱多 素来的金矿 而是一个十来九亏的大深坑 当up主毕竟成本小 至少不太会亏钱 所以这种转行 我现在光是听到一次 脑袋里这个 这么做会亏报警报 就嗡嗡嗡响个不停 转行做游戏的up主 其实还不少 光我知道 证据确凿的就有 开发四年 至今没有公开过一张截图的 怕上火爆王老菊 同样扬言要做游戏很久 前段时间终于发了一个 抢先体验小游戏 并放出一段预告片的 Gamker攻殼 还有去年突然开始做 英游的小可儿 最后是专门学过游戏设计 经过四年 游戏已经完整版 正式登陆Steam的白痴毛 他们都是因为视频 先被我们熟知 第一身份是up主 而且他们要做的游戏 都是很认真 要拿来卖钱的产品 不是粉丝周边 和本职是开发者 偶尔做视频 或者为了视频 故意整合做游戏不一样 是真正的up主 改行做游戏 那么 他们做的游戏 赚钱吗 做出来的游戏 好玩吗 为什么要转行 不如我们现在 就来一起试玩一下 然后直接兑现他们本人 第一名 因为是这里唯一一个 正式上架的游戏 所以自然就是第一名了 白痴毛的 加把镜魔女 今年8月上架Steam 售价58 一共700多条评价 好评率85% 核心玩法是反塔方 就像这样 进攻敌人不好的防线 加把镜魔女的 视觉完成度挺高的 这个鼠标和卡牌的互动 我很喜欢 排翻动的手感 说实话 比很多独立卡牌游戏 是要做的更好的 而且游戏一直在 疯狂致敬P5 整个游戏的loop 白天开咖啡店 赚钱提升好感度 晚上战斗 就很P5 音乐也很棒 很有P5的感觉 而且还有中日双语配音 但玩起来 反塔方 就是没啥养成 不上瘾 日常做咖啡 也没啥紧迫感 更致命的是 游戏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 不是这两个核心的loop 而是一直按鼠标 左键过剧情 不过 本来我觉得 我的评价已经很严苛了 没想到 白痴毛自己 对这个游戏的评价 更加间歇 当时经验不是很成熟 整个反塔方和虚实的 这部分的融合 不是做得特别统一 导致它可能 像是一个筛子 互相的 把玩家都给筛掉了 你这个形容好残忍 一般小的独立游戏 感觉要更取巧劲一点 它可能在某个点上 特别突出 我觉得独立游戏 就是应该 走得极端一点 就把你的长板 拉到最长 不要去管短板 不要去管那些其他东西 加把劲母女的话 就可能不想要 所以就会有这种 有点扭麻的感觉 加把劲母女确实拧把 完成度高 五脏俱全 但确实也不咋好玩 第二个 小可儿的Bleep 月律循环 大家即使对小可儿 这个ID不熟悉 你也一定熟悉 他做的这首 这仍然是目前 B站全战播放最高的视频 我本来以为 这个歌肯定会有版权问题 但没想到 赵本山本人在很早以前 就大方表示过不介意 因为当时乡村爱情录制 他们那个剧组 导演找到我了 说本山叔想让我过去 然后说想让我给他们电影做配乐什么的 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没这个能力 对所以就 月律循环是一个很原味的下落式音游 是个手游 结合了一点跑酷的形式 玩法很简单 三轨下落的音符可以滑动和点击 越过障碍敲打音符 目前可以玩到小可儿做的几首歌 还有中国boy的几首歌 音游这个类型说实话在游戏领域比较边缘 玩法很直白 美术动画手感是打磨的重点 目前这个demo还比较早期 他们正在重做整个美术 还有好多其他功能角色都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反正下落是音游嘛 刚开始做 第三个 宫壳的物宅空间 还处于EA阶段售价33 物宅空间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装扮房间的模拟器 地毯 墙纸 小摆件 家具 家具能调大小 有一些吸附 用笔画出房间的轮廓 然后在里面摆摆家具装饰品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这个可能不能叫一个游戏 因为它没有一般游戏有的目标挑战策略 更像没事的时候用麻将叠叠金字塔玩 那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我有个小同事 在看了您的视频 还有其他的博主的推荐之后 他买了自己这个游戏 然后他 但是后来呢 忘记退款了 那太好了 他想问的就是 评论这个游戏的可玩性在哪里 第一就是我们自己其实发现一些游戏不需要目标 但是也挺好玩的 第二就是这个游戏还在EA中 其实后面它会有一些 疫情模式 物宅空间是个半成品 功课也直言不讳 说这就是一个奶粉游戏 我看了物宅的steam评价区 发现大部分都是好评 几乎都是粉丝 打着好评 同时又说着游戏的缺点 然后我觉得对玩家来说周边的需求量并不是很大 做游戏会比周边对玩家来说是更有诚意的 这确实是up主做游戏会自带的一些初始光环 也说明这个奶粉游戏被卖给了正确的对象 除了我那个忘记退款的小朱莉 不过 功课真正要做的游戏 是他们编了四年的方碑之子 只看预告 这个游戏的风格看起来有点像Limbo Inside 某些桥段又很像Ori 说实话 看着挺靠谱的 有模有样的 我觉得功课做游戏就很有意思 像是个三段式火箭一个送一个一个送一个 他们透露未来终极想做的Dream Game 是一个模拟经营游戏 当然目前一个游戏都没有做好 最后是王老菊的游戏 目前没有能玩的部分 因为没有做出来 跟功课那种高调做游戏的策略不同 王老菊就相当低调 游戏不到品质过关的程度 它是绝对不会让它露面的 up主做游戏容易做得很慢 在四个up的游戏里 小垮的是英游 老菊和功课的游戏都没有做完 白痴毛是游戏推出最顺利 可能也是能力最强的 这些游戏说不上有什么惊世骇俗的新点子 如果不是up主在开发 他们很可能都不太会被注意到 但这些游戏 目前看着都还挺有鼻子有眼的 有的是致敬大师的 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在里面 至于游戏品质 如果只从玩家的角度去看 那可能就只能算是 还可以 至于转行 赚不赚钱 那是真的不赚 他说就是你 然后他的团队的话 最早的时候是我们七个人 然后后面到了铺量的阶段 到了最后的话是到了15个人 然后整个的开发成本 反正是花了几百万 但花的是投资人钱 鹰角的钱 对 投资人的钱 卖了多少 具体多少份是不能说的 就只能说现在销售额 大概是 100万到200万这个期间 白痴毛是科班出身 在USC读过游戏设计的硕士 加把劲魔女也顺利拿到了鹰角的投资 开发过程也相对顺利 但即便如此 顺利并不等于能回本 小可儿在开发上也算相对顺利的 团队一共七个常住人口 里面三个是UP主 他自己负责做歌做监督 还有主要负责流量的中国boy 和打工画图不拿股份的K桑 不是大家都还没开始赚钱 怎么就开始想着分红了呢 在五月份的时候我开这个公司 我们已经花了将近有六七十万七八十万了 那我后续如果说要美术资源人员进来的话 那其实只会更多 那每个月的开销我觉得可能会在30到40左右 目前的支出主要还是靠他自己之前做UP主的积蓄来补贴 中国boy也一起投资了一些 暂时呢还撑得住 接下来就要考虑融资了 到上限的话 我预期是四五百这样子 然后还有可能不包括一些取报啊 还有宣发方面的费用 小可儿的很多额外的创意能不能实现 都要看接下来的新demo能不能吸引到足够的投资 我感觉小可儿想得很清楚 他完全知道自己的强项热爱在哪里 也知道自己的弱点是什么 就是对代码玩法这些不太懂 而且没有做过游戏 所以免费的应游 这个选择很保守也很聪明 他也明确的知道 自己UP主的身份带来的优势 就是免费的宣发 不过小可儿这个游戏还有一个巨大的风险 就是手游是需要版号的 排之队拿着爱的号码牌的小游戏公司 还有好多好多 小可儿除了干等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然后是功课 团队现在20个人 5个人做视频 15个专门做游戏 工期超过了4年 资金有来自投资 也有自己做UP主的收入补贴进去 物宅空间的奶粉钱只补贴了一小部分 我估计应该也已经投入了有几百万了吧 最后是王老菊 最神秘的团队 其实说到UP主转行做游戏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他粉丝最多 他公布消息的时候有好多新闻报道 他玩过很多独立游戏 他没有任何开发游戏 或者带团队的经验 开始开发游戏的时候 王老菊还会发几个开发日志 发发微博 报报进度 后面就没有声音了 是不是游戏做不出来 不做了 整个故事情节看起来最符合 很多人开始会想象的刻板印象 只是玩过很多游戏 然后莽撞地冲进一个自己热爱 但又不了解的心理欲 然后难产放弃 跟他聊完 我应该说 莽撞肯定是莽撞的 但放弃并不在王老菊的字典里 亏了多少钱 接近600万吧 这个是投资人的钱还是 我自己的 王老菊的团队十几个人 一开始想做一个2D模拟经营游戏 有他自己未来科技的那些梗 做了三年没有什么成果 因为整个团队一直在一种迷茫之中 不知道该追求什么 怎么做才好玩 这600万成了沉默成本 彻底拜拜了 我觉得还蛮恐怖的 是的 因为我一开始预估的时候 我心里预期是做个一两年试试看 大概三两三百万差不多 两百万左右 三百万是我的极限 但最后后来一顾是600万 对 要不是王老菊 我觉得其他的小团队 就是这个想都不敢想 已经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 说实话 积蓄是有多少可以花掉600万 基本上就是把之前的积蓄都花得差不多了 当然生活是我生活比较简单 然后再说这个 你说这个600万 你就不要再提这个数字 感觉 虽然我一直在提 但是我感觉很心痛 就是 当然心痛啊 在这个过程中 王老菊并不是没有想过放弃 但他很快就把这个选项扔出窗外了 在整理清楚现状 坚定了目标之后 王老菊最终还是在去年年底 做出了重新出发的决定 全部推导重来 放弃之前生产的大量素材和设计 直接开启第二个项目 很痛苦的决定 但是我几乎只花了30秒钟就决定 他这次要做的 是一个青铜朋克风格的roguelike游戏 而且这次 他的视野比三年前成熟清晰得多 能在成了600万 摔了这么大个跟头以后 还能拍拍身上的灰 重新站起来说 下一个项目从零开始 将心比心地说 我非常佩服王老菊 他就像一个产师一样 非常坚强坚定 一个是我的合伙人跟我说 我有一种非常可贵的傻气 他说这种傻气在于 我明明有能力 能做判断 就是说我知道这样做是亏的 但是我还是要一股脑去做 就这种决断 不是所有人都会去干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我直接问他们 既然已经亏钱 或者是正在亏钱的路上 为什么还要选择做游戏的时候 他们的回答都非常真诚 纯粹 闪闪发光 我一直把UP主当作是我的副业 反正把他当作是我的主业 其实从我大学毕业 就是准备去UIC读研的那个时候 就已经确定了 我就不管发生什么 我就是一定会再有强烟 因为做视频没有意思 这是能说的吗 那在这里上班很开心 比做UP主开心对吗 是的 好的 原来是在录着吗 是在录着 那麦克风呢 在这儿 好 包括我后面喜欢音乐 做电子音乐这些 其实跟音游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是想给大家 打造一个 音游爱好者的理想箱的中战者 哇 还蛮大的 如果只是从UP主 那边角度出发 那其实就是很辛苦了 很辛苦 那为什么 其实就是既然做UP主 是一个走上的歪路 但是歪路做的 应该还是不错的 对 那为什么不直接就在 歪路上一路走下去呢 早期拉近来人 他也是做我现在 你现在骗我 说以后做媒体 他也不开始 所以就好吧 我们还是做吧 那真的是因为梦想 那我接下来追求什么的 那我不就是被困在一片 无聊的牢笼当中了嘛 这就是我体会的不自由 那我觉得我有种 原初的一种欲望 就是说 不管它有什么东西 我想自己做点东西出来 那可能这就是一个 我玩了这么多游戏 那我去做游戏吧 后来 王老菊非常坦诚地 分享了他的心路历程 能感觉到 做游戏这件事 承载了他个人的成长 他的分享也对我很有启发 谈起决定 做游戏之前的那段时间 王老菊坦言 随着游戏越玩越多 视频越做越多 自己反而失去了 对游戏本身的热情 在带入王老菊 这个角色的时候 会开始感觉到疲惫 他很难想象 自己40岁的时候 会在做什么 这让他感到恐怖 但是带入时间有点长 就带我时间有点长了 就是 可能在有一小段时间 大概几个月的时间 我陷入了比较严重的那种 自我存在危机的那种 那种心理状态的那种感觉 就是一直在问自己我是谁 你会感觉整个自我在瓦解 你不知道做什么 就继续把这个 up主这个身份做好 还是说在生活中找点事情 让自己分散注意力 你都找不到 你根本找不到任何的方式 去维系自我的存在 就那种精神危机 就折磨了我很长这段时间 在决定做游戏的瞬间 王老菊说 他自己是冲动的 但没有人能靠着冲动 坚持一项事业 在经历了迷茫重启之后 王老菊下定决心 不会放弃做游戏 从做游戏这件事上 他触摸到了新的 有热情的东西 也重新找到了自己 就是 我们讲 三十而立 对吧 这而立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之前一直没有理解 但是 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 有一个新的自我在 心中诞生了 这个感受就是 从做游戏到 现阶段 就前一段阶段 我才真实感受到的 这种感受就在于 就是 你之前是一个孩童 你在学习文字 学习吃饭 学习喝水这些部分 当你全部学习完之后呢 你就开始收获人间的体验 然后当你所有的信息 全部汇掉完之后 你就发现 接下来的时间 就是一种凭着惯性 和本能在活着的时间 我日复一日的上班 我日复一日的交差 我日复一日的吃饭 我可能玩游戏开心一下 就仅此而已了 但是真的当 你开始孕育一段 果实的时候 当你感觉到 自己触摸到了 这个一种新的门槛 这个果实快要坠地的时候 你就感觉 这才是真正的我 我又在创造东西了 我又开始学习新的东西了 过了这座山 前面还有更高的 更多更远的风景 这就是三十而立 真正的一种感觉 就是一个新的自我诞生了 我又开始像孩童一样 开始学习 每天都有新的东西 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爬起来 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 但真的能做到的人非常少 现在的王老菊 整个人的状态 包括他说的话 都可以用一个词概括 可能是很多人 甚至他自己都难以启齿的一个词 就是搞艺术 不是那种互捧臭脚 故弄玄虚的艺术 是一种很广义的 很个人的创作的快乐 想要创造出自己喜欢的东西 每天都有成长 每天都能更接近自己的目标 不断去碰撞 然后产生新的想法 当然大部分人甚至没有机会 去思考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业是什么 但有一件事 我觉得非常值得借鉴 就是当你发现你对一件事 产生了好奇和热情的时候 哪怕这个情绪只有一点点 别管是不是三分钟热度 不要犹豫 去做就对了 因为热情和喜欢并不常见 它非常珍贵 要享受产生这种情感的过程 也要去欣赏勇于尝试的自己 出版了没执念 谁会去做游戏的 我认为游戏是一个 最终艺术的载体 我觉得游戏算是一个 能够表达自己的媒介吧 是把自己的现象 把游戏这个媒介去表达自己 作为一个单纯的游戏玩家 想做一款比较有意思的游戏 让大家玩上十几个小时 我就很开心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同样值得欣赏 还有Cherry新出的漂亮键盘 Cherry XFly全新的游戏键盘 K5 VR来了 外观非常特别 是一幅画 名字叫做红流 是由瑞典的艺术家设计的 有海水和丝绸的感觉 冷暖色对撞很有冲击力 细看纹理又很有质感 单独看每颗键帽 有一种雨花石的感觉 材质是五眠热升华PBT 表面阻力刚刚好 不会打滑或者晃动 Shift和空格按起来很顺畅 整体按下的感觉很踏实 而且很精英 游戏键盘最重要的 当然就是要快 上一代K5 可是CSGO冠军战队 Vitality的同款键盘 这一代依旧延续优秀的电竞素质 凭借快速扫描技术 完成扫描一次 所有按键只需要0.5毫秒 绝不拖你后腿 65%配列很紧凑 搭载Cherry MX2A红轴 寿命相当长 支持热拆拔 游戏键盘的灵魂 RGB灯效 亮度不错 颜色分布很均匀 加上按键的效果 感觉一下子动起来了 有点水族管的感觉 所有灯效 按键红编程 都可以通过键盘本身来调 不用额外下载软件 盒子里还送了一个 同主题的大鼠标垫 把键盘放上去 可以完美融入 这一套的价格是1299元 双十一会在1099元左右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哦 最后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分享 这期视频的取材成果非常丰硕 但是篇幅限制 采访的素材 我大概只放了5%吧 大家如果想要了解 谁的更多故事 一定要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应该可以单独剪出来 风吹满地 成功吹满地 我还是第一次见 就是有人边玩边唱